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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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一起去探索 已经被我们遗忘已久 失落已久的孔子 我今天这个题目虽然叫做 探索失落的孔子 但其实呢 真正要谈的是探索 失落的自我 就是我是谁 我是什么 我常常都说 每一个人应该问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是谁 第二个 我是什么 那答案应该是 那答案应该是 我是谁 我是我 我什么 所有外在的条件都与我无关 我就是我 这是作为一个自我 独一无二的主体的肯定 第二个问题 我是什么 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我是人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通过人道 活出自己的一个人 这个叫做真人 孔子啊 孔子啊 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受到两极化的评论 一个最显著的一个人 那个喜欢他的 推崇他的 跟批评他的 骂他的人都非常多 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当整个的中国是在一个盛世 太平盛世 人人安居乐宴活得很好的时候 大概大家都是推崇孔子的 但是如果啊 遭逢乱世 大家过得很不快乐 这个时候啊 普遍的一个看法 就是都在骂孔子 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精神的命脉 其实从满清入关以后都断掉了 因为满清啊 为了保存他 他一性的那个政权 他深深了解 能够威胁他政权的 不是政府组织的力量 而是文化人民的力量 因为他扫平那个明代的政府力量 几个月 但是呢 消除民间的反抗 延续三四十年 郑成功也是其中之一 他深深了解文化的力量 所以他用权力压抑 我们的文化传统 不许谈这种民族主义 因此才会使得我们的经典在清代 完全变质 可以把论语背着滚瓜烂熟 但是绝不问里头的违言大意 因为一谈会杀头 所以清代变成考剧学 不是生命哲学 也就是说中国人因此到现在 快四百年失去了根本的教养 所以孔子失落了 儒家的文化精神失落了 我们今天要重新找回来 其次呢 就是在建了一个根本精神失落之后呢 整个儒家 孔子的学问变直了 由孔子的人教 人学为主 为本的 因为林方问理智本 孔子的回答 用现代话来作答 就是理智本就是人啊 内在良心的觉醒 可是当这个新传 道统断掉了 就变成残留的那个理教呢 在维持局面 没有人心做调节 做那个适时而有的这种啊 损益 这个理教会逐渐老化 僵化 变直了 到了清末的时候 变成吃人的理教 所以以理教为主 而忘记背后有个人教的活水源头 那这个叫世俗化的儒学 就是指守旧规矩 不知道与时俱进 所以就把孔子当成是 这个是人理教的元凶啊 那第二呢 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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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的道统 新传 人教 断掉以后呢 就 变成所有的儒生 读书人 都被政府收编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误会 以为所有的儒家 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不是站在人民这边 错 中国历代真正的儒家 就是说 都是跟政府站在对立面的 这个以为儒家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这个叫政治化的儒家 的确很多皇帝也利用这个科举啊 收编了读书人啊 可是那不是真正的儒家 所以政治化的儒家 这边用儒术来笼络人 收编人 或者说是俗化的儒家 就用礼教维持家庭社会秩序嘛 这个导致我们对孔子跟儒家的误解 还有一点 就是近百年来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后呢 我们就 把西方的知识的学问 当的是唯一的学问 不了解我们从孔子以来的学问 叫生命的学问 知识的学问 科学 它是价值中立的 不涉及主观感情的 要求取客观的 理性的一个答案 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 人都是有价值的需求 不会因为科学不处理感情跟价值 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人的这个问题 就需要有科学知识以外 另外一种学问来处理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学问 孔子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塑造者 在他的塑造之下 中华文化才具备这样的一个性格 就是在地球上啊 以同一支民族 存在同一种文化 流传数千年之久 中间没有断裂 在地球上 这是唯一的例子 光这一点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好了 那我们来问一下 孔子到底塑造了一个 怎么样子的中华文化的性格呢 我们简单说 就是以人为本 凡事都回归到人性的普遍长道 就孔子活在他的那个时代 他有了对于旧的这个文化的经验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性格的点名 跟那个形态的扭转 第一点是有关我们的宗教生活 他是把向来以天为本的宗教生活 扭转为以人为本的宗教生活 孔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天生得于鱼 就老天把他的内涵给了我了 这个话跟基督教圣经里面说的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意思是差不多的 不过他不是说形象 而是说内涵 就是德 于是人就具有了天的内涵 不妨也可以说 人就具有了神的性 神性 于是人可以自己做主 创造出自己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 那么这样一个肯定使得 我们中国没有很明显的宗教形态 后来都渐渐变成了 通通可以消融在我们的人文生活中 所以我称这种特殊的 没有宗教像的宗教 称它叫良心教 就是价值意义的根源 虽然也在天 但是呢更是在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两千五百年来 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 那这是孔子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就是让我们呢 真确把握到人生命 它的存在的意义价值的根源 原来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这个叫做人性的普遍常道 就是后来孟子说的 人之性善 这个人性需要经过一番的 心灵的自觉努力修养 你才能够把握到那个人性的普遍常道 所以孔子呢 第二点对于传统的扭转 就是把传统上啊 一个君子小人这对概念 它原来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概念 君子就是管理阶层 统治阶层 贵族 小人就是被统治 被管理阶层 就是平民 这个都是世袭的 贵族的儿子生来就是贵族 平民生来还是平民 可是孔子把它扭转为 是一种生命修养的概念 所以孔子才说 我遇人世人至义 我要成为一个人人君子 立刻就可以做到 因为完全操之在物 那么第三 孔子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把传统上啊 以血缘 地 地狱作为标准 而形成的族群 种族 民族 他给它扭转为 以这样的一个生命 人文的理想的认同不认同 来作为中华民族 跟非中华民族的标准 人道的内涵就是君子欲于义 凡是按照人性的普遍常道 那个真理去活出真我 这个叫做欲于义 还是你只管现实的利益 生存的需求 那不免做一种生存的竞争 那只停留在动物的层次 那个叫欲于力 所以我们从此呢 就是活在这么一个 以和谐为理想 以柔性的文化力 而不是政治力 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体之中 而在这里 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文化体中 都能活得像一个人 当然这个人不是生来就是 要经过人自己的修养 请问第一个充分活出真我 成为真人 感受到体验到 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价值尊严的人 是谁呢 就是孔子啊 所以孔子成为 如何做一个人的模范 值得我们所有的人 不只是中国人 天下人 效法的一个对象 所以叫做至圣先世 好了 于是我们很好奇 那孔子怎么样 活成一个人呢 这牵涉到两个课题 一个是 怎样才算是一个人 第二 那要怎样做才能够呢 真正充分成为一个人 我们先说第一点 怎样才算是一个人 那么这就是啊 这个牵涉到 我们作为一个人啊 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其实这有两重身份 一重叫做人的身份 一重叫做角色扮演的身份 比如说你上班 马上纳入到这个 企业的系统 或者说是官僚的系统 那根据那个组织规程 做角色扮演 扮演 扮演董事长 扮演科长 科员 扮演部长 扮演了小小公务员 那不同的身份 这有不同的 权力义务的规范 你要按照这个 尽你的义务 享你的权力 或者说掌你的权力 尽你的责任 这个时候叫角色扮演 那这两种身份 请问以哪种为本 所谓 怎样才算是一个人 就一定永远 要以人的身份为本 角色扮演的身份为末 本就是说人是真的 人的身份是真的 角色扮演的身份是假的 所谓假不是虚假 也就是说它是暂时的 假戒 但在这里头会有一个危机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因为角色扮演有非常强的制约 有非常重的责任的压力 久了以后 不知不觉 我们就被角色扮演的身份了 遮盖了我们人的身份 甚至扭曲了我们人的本性 渐渐的以角色扮演的内涵 为自我的内涵 于是就有了权力斗争 就有了过度的生存竞争 人就开始变得是自私的 虚伪的 于它的真正的人性 就压抑在里边 变成苦闷 压抑 人就生病了 那我们要怎样 才真正能够做成一个人呢 我们就需要实时有个警觉 小心 被那个战时的角色扮演 久了以后呢 篡夺了我们做一个人的身份 让我们不知不觉 变成不是人了 那么在这里啊 就有一番所谓的 君子之道的功夫修养 所以小人啊 从原来自然人 后来慢慢变成 你一直不修养 你就变成一个坏人 那是小人的不好的意思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为君子便为小人 那个小人就是不好的人 生病的人 那么这里啊 如何能够做一个人 孔子示范给我们的 基本上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实时警觉 不要被角色扮演的身份 那个有限的战士的身份 所笼罩 遮蔽了我们人的身份 所以实时要警觉 把那个角色扮演的歪衣脱下来 恢复我们人的身份 我常常说啊 上班的时候 其实人都不是人 他只个角色 因为人的基本的本质 就是自由的 上班的时候 你不爱做的事情 不得不做 因为那是你的职份 你不爱见的人 不能不见 因为那是你的老板 你不爱说的话 不能不说 因为那是你的喊话 不自由怎么能算人呢 下班以后呢 脱下脚车扮演的歪衣 我恢复人的身份 这个才是我做我的主人 那么在孔子叫做下学而上达 孔子能够不怨天 不由人 为什么 因为他实时下学上达 下就是我们平常的角色扮演 常常从那边穿透 超越这个角色扮演的遮蔽 望上达 通到天 回到人性的普遍常道 很清楚明白我是个人 这是一个永恒的身份 第二 尤其在遇到这个困境 逆境 乱世的时候 尤其要有一个警觉 坚持我作为一个人 不妥协 比如说孔子 前面我们提到 他说天生得鱼鱼 因为他刚好被匡人围困 别人都很紧张 他非常的安 他说天生得鱼鱼 匡人其如鱼合 了不起这个肉体生命死掉 可是我的精神还是自由乐乐的 他建立这样的自信 又比如 他曾经辅助鲁埃公 国阵马上就有了起色 齐国人担心了 送了一些什么驴月 结果鲁公三天不上朝 孔子知道没有希望 他就离开了 又比如他经过魏国 魏国正在内乱 父子正位 他两个学生就很想说 是不是机会来了 我们学了那些 是不是可以有个机会去用了 就是那个燃油跟子贡 去探孔子的口气 孔子说 这个 不是合于正义的机会 不是机会 好 因为他说 这个薄仪熟其何人也 子贡很会问 他说 那是骨子 这个贤人 那怨乎 他怀财不欲 有抱怨吗 孔子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愿 子贡又知道 夫子不为也 他有他的原则 当然他也不会呢 厌弃这个着势 就像道家的隐士就远离 他是关怀所有的人 所以他说 鸟兽不可以同群 无非私人之徒语而随语 他就是人 依然抱有 永远不灰心的关怀跟信心 所以后人常常误以为 孔子怀财不欲 是个酸秀财 或者理想太高了 不能实现 只是为政治人物服务了 完全不是真的 孔子依然活得 乐乐自在 只字焉距 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那就是因为 孔子完全知道 怎样可以真正活出真我 所以孔子啊 平常的教育 无非是教人做一个真诚的 忠于自我的人 这个意思用一个字 表示就是诚 或者真 两字表示就是诚实 用孔子的话来讲 就是忠信 论语说 只以四教 文行忠信 其实啊 孔子四教 其实是两教 文跟行是教法 文就是知识性的教育 行就是生教 文就是言教 那教的内容 那教的内容 不管生教还是言教 内容只有两点 就是忠信 所以在论语中 无非提来提去 都是忠信 这个正子也说啊 无日三行无身 也是为人谋 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第三个 船不习乎 习什么 无非是忠信之道 又说 这个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我们要交朋友 就是要选那个 对自己诚实 对别人 是无私的关爱 而建立人我之间的信赖的人 来交朋友 这个叫做义友 否则都是损友 就是说 言忠信行笃境 满墨之棒行矣 都没文化的地方 你凭着一个忠信 都可以走得通 为什么 这是普遍的人性长刀啊 所以 我常常觉得 如果我们活着不快乐 活在一个苦难的世界 其实 我们叫回归诚实就好了 我因此 从孔子的一生 断念出这么一句话 诚实 是拯救这个苦难人生的 唯一灵药 愿我们大家一起继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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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